Lun Sang 外套 我知道大家平時買東西 不是網絡商品買一些快樂的小孩 會不會覺得有點悶呢 這次帶大家去認識一些 你們值得留意的本土時裝品牌 我是Anson 我是Okong的創作主席 和Downdor Okong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裡面的角色是悟空 那為什麼用它呢? 其實因為西流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但是真正是有一個人 就是原裝去了拿那本書 但是所有其他的角色都是創造出來的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實我們每個人心裏都有這三隻動物陪著我們 那悟空就是什麼呢? 比較有很多想法 比較跳皮一點、活躍一點的那個 朱八戒就是比較喜歡去玩、去派對 還有一個可能沙僧就是一個 穩穩陣陣的一個 其實這三個角色在我們自己都有 就好像一個生命運動 我覺得這個也都可以跟我們有些關係 其實外面其實有很多行李的牌子 但是來來去去都可能是幾個形狀 就想會不會有些可以玩味重一點的呢? 去做一個新的形狀出來呢? 發覺時裝很容易鬧了 很多不同的新的想法 但是好像旅遊這個環境 就是比較暖一點的 那我就想一下 會不會做一個牌子 是可以好像時裝一樣 這麼多枝多彩的呢? 因為它是圓形 所以很多時候 第一個廠家看到就會 撒手連口就說 我們不做這樣的東西 因為現在有3D Print 那我們就嘗試 不如做了一個Prototype 用3D Print 把整個行李出來 上到去 他知道是怎樣 可能很容易說些 那二十多間廠家試過之後 有一間回來說 幫我們試一下 那最後就 當然之後還有很多故事 那後來就出了這個行李出來 我覺得SAMRI SAMRI都是很風格的 其實有很多 即是數都數不出去 包括Hillary 或者Twins 好 我是Tink 我是Assembly的Chief Designer 在字典上 查個字 Assembly的寸法 為什麼要叫Assembly 其實是關於 品牌的概念 有一個 hashtag 是叫Celebrate Always 提醒人們 要注意和欣賞周邊的小事情 其實每個袋裡 都有一個小訊息 就是用燙金的訊息 例如這個袋裡 寫著Chase Rainbows 就是一些比較鼓勵的說話 後面的小袋裡 這裡寫著Smile Often 即是提醒女生用的時候 多笑一點 還有這個 秋冬的新款 後面寫著Brief Joy 即是做什麼事情 都要開心地做 其實這個 兩個經典款 這個Bell Bag和Pork Bag 它都有這個魅魅 其實它是一種蝦蝦 《世界是你的蝦蝦》 這個意思就是 在世界上很多機會 都是靠你自己去爭取 從小到大 我都很喜歡畫畫 我很喜歡看Sailor Moon 我看Sailor Moon 每天放學 就會回家看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的衣服 我會每天畫下他們的衣服 慢慢就變成了 畫時裝設計 是很喜歡張曼玉 我覺得它很漂亮 還有它的氣質 我覺得一個女性 氣質是很重要的